我们客家人从这边迁徙出去 1700多年了 我们有回到老家的感觉 好像回到以前我们的故乡一样 为期三天的世界客属第33届肯亲大会 11月26日晚 在古都洛阳落下帷幕 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家人 回到家乡河南寻根拜祖 24日晚 3500多位客家人走进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 室客会开幕式现场 以家为主题的文艺表演精彩分成 让现场客亲感受到和洛儿女热情的同时 也体会到了浓厚的乡情 我们离开河南老家已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的根在中原大地在河南老家 所以今天我回到了老家河南 我的主根地我非常的高兴 老家我回来了 河南老家 我回来了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香港客属总会执行主席曾志明表示 自己人一词 对漂泊四海的客家人来说 有着别样的深意 为了自己人 客家人能在海外互帮互助 而为了寻找自己人一词的源头 客家人也能万里还乡 寻根业足 在国外它虽然客家话不怎么样的 但是最基本的三个字他们都讲 我第一个是 我是客家人 我还是很感人 一二种就是说 只感人 只感人 自己人 一讲人与人的关系 就一下子拉得非常的近 客家讲讲是人数比较少 但是我们会碰到 讲 大概我们听大概知道 你是客家人 我们马上就会要求 加入我们社同一起 参加这个客家的活动 我们每年都有一次大会 也是想办这个亲母会 让大家在海外互相照顾 25日 市客会拜祖活动 在洛阳掩师举行 来自海内外的客家宗亲代表 在中原客家先民 南迁圣地纪念碑下 共拜客家先祖 这里既是寻根的终点 也是传播客家文化的新起点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特别像这个客二代客三代的 甚至更多代 他已经很多人连客家话都不会讲了 我对孩子们的要求 我说你们讲不好不要紧 你们会讲一些 但是最根本的你们要听 会要知道你从哪来 我们想着有意思地培养他们 对客家文化 对家乡的一些情怀 还有一些文化的了解 它是一种从我们父亲开始 教导我们 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些文化 就是说 是传承了一种完完全全 中华民族的这种 更深低估的那种文化 我认为这种中华文化 我们客家人 也有一个 不能叫使命吧 也应该发挥这种作用 把更多人介绍好 讲好我们客家的故事 客家文化的故事 我们中华民族故事 互相交流 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 26日晚的闭幕市场 海南省海口市接过会期 将举办下一届试客会 1971年至今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已成为国际上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华人盛会之一 目前已连续举办33届 希望全球的客家人 每一百多来参加 世界客宿健康体育 不关在英国提防超开 希望每一阶 每两年都要记住 和大家空吃友谊 共同发展